民眾黨的栽培 上個月民眾黨楊寶貞宣布請辭 黨團副主任跟發言人還淚灑鏡頭前 如今接替發言工作的人選也曝光 民眾黨的組成本來就是比較多青年 我主要是跟宜萱負責新聞輿情 所以我覺得大家的分工都會比較明確 除了徐千情外 民眾黨發言團隊還包括吳宜萱 李鼎麗 林子宇 雖然打出高顏值牌 但徐千情回過發言人工作 也讓外界聯想跟黨內鬥爭有關 被刻意安排取代楊寶貞 其實這是大家都不用做太多的揣測 那我自己其實也是寶粉 也是希望寶寶可以休息之後 再回歸跟大家一起努力 儘管徐千情否認內鬥傳言 還向楊寶貞招手回歸黨團副主任 但民眾黨早在三月初 就在人類銀行釋出黨團文宣副主任職缺 其中工作待遇是免疫 後方補充經常性薪資達四萬或以上 但這薪水也讓柯文哲被質疑 回歷標來得很快 因為過去他可是這樣說 去年才脫口南部年輕人月薪四萬太慘 但自家黨部開出的薪水條件 似乎也難浮重 畢竟黨團副主任薪資行情可不止四萬塊 過去我們看到的主任薪水大概五萬六萬 甚至七八萬的都有啦 但是絕對沒有數字是用四萬的啦 如果他這個金額開出來 他想要找到很適任的人 我只能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難的條件 黨團副主任職缺開出至今超過十天 尚未爭到新人選 楊寶貞的接班人在哪裡 恐怕還有等等 三立新聞黃新陳任君英特報道